大雁,他从哪里来,要归到哪里去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大雁的老家在西伯利亚一来 每年秋冬季节呀,他们成群结队的向南迁飞 因为西伯利亚当地特别的寒冷 第二年春天,有长途跋涉的飞回西伯利亚去敞弹繁殖 远群飞行的时候,排成衣字或者人字形,人们称之为验证 我们先去看一看作家作品吧 利奥波德是美国的生态学家,自然资源的保护论者 现代环境学的电子者,住由沙香年建物 1935年,利奥波德在威斯康辛河畔,一个叫沙郡的地方 买了一座废弃的农场 他和家人啊,种植了上千棵树来恢复农场土地的健康 利奥波德以他在沙香农场的生活经历写了很多的水笔 这些水笔就被收入在沙香年建中 而本文也节选自沙香年建 沙香年建是一本自然学笔和哲学论文集 在利奥波德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大自然的威力 也可以看出他对人类为自身利益,楼利自然发出的悲叹 这部著作问世于1949年 当时正值正后经济复苏期 人们正满怀信心的征服和利用自然 环保意识非常的薄弱 直到1960年 人们渐渐发现了潜藏在富裕背后的危机 发展对于环境的破坏 至此,这部著作的价值才真正被发掘 那么今天这一课的学习 会不会引发我们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些思考呢 且让我们走进文本,做做探究 好,首先来让我们看一看这一课的学习目标 一,把握文章内容,领清说明顺序 二,品味文章语言,感受作者情怀 三,增强热爱自然,尊重生命的意识 我们的目标,同学们都清楚了吗? 在正式读文之前,让我们去扫除字词障碍 大家看到大屏幕上这些字词,你都会读吗? 请同学们在心中默读一遍,开始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字,物矮 这个字要特别注意它的字形,语字头 许多和天气有关的字都有语字头,对不对? 比如说,冰雹的薄,雨雪的雪 第二个,尖末字形,小丝盘 第三个,沼泽 第四个,香蒲 注意这个字读蒲 很多同学容易误读成蒲 要注意蒲,蒲公英,缓紧至,翘舌音,凋零 这个字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它的字形,两点水不是三点水 寿烈,这个字是一个敞烤字,它是第四声 最后一个半谱语 这是一个生辟字 大家要注意它的读音 好 现在请同学们看这大屏幕 自己在心中读两遍 开始 好 现在让我们去读文章吧 带着这样两个论文 一 书里文中与大雁北归有关的知识 二 已经文成的顺序 开始 下位小船 接着 数砹 宇宙 攻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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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集中说一个意思吧 大雁的迁徙是全球性的 大雁具有联合观念 感谢观看 分别是时间顺序 四月的四月的四月 时间顺序 大雁的大雁欲晓 вместеnot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 老师猜测你们可能会找到这些句子 老师找到的首先是一组运用的说明方法的句子 来我们来读一读 这里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 做比较对不对 来我们看一下写出了什么 向南飞行20英里 说明大雁飞行距离之远 可是飞行这么远的距离 大雁仍然能保持坚定不移的向前执行 这里写出了什么 写出了大雁目的之明确 将这样的大雁 与通常被认为是笔直飞行的乌鸦做了比较 这里突出了什么呢 突出了作者对于 这坚定不移的大雁的什么之情 敬佩之情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句子 这里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 一目了然 打比方 把大雁的迁徙 笔做了一首 有益无损的 带着隐信的诗歌 那我们知道 打比方说明方法一用 增强了说明文语言的生动性 从内容上来看 这里写出了什么呢 写出了作者对于大雁归来 带给人们的生机和情趣的赞美之情 是不是 从这里我们又感受到了 作者的赞美之情 再看到这个句子 1946年4月11日 我们记录下来的大雁是642只 什么说明方法 立数字 准确地写出了大雁归到农场的数字 那这里面有没有提现作者的情感呢 作者在原文中这样说道 我们以两个数字来衡量农场的春天的富足 松树和大雁的枝数 那么642只都很多 很多吧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感受到 作者对于大雁来到他农场的那份 自豪和喜悦 同时 列数字说明方法的运用 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确信 老师猜测 大家还可以找到一组描绘大雁 鸣叫声的句子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大家看 这里写的大雁像每个沙汤滴雨着 如同像久别的朋友滴雨一样 这个滴雨啊 字又用了什么手法 拟人的手法 对不对 写出了大雁的什么形象 非常的友好吧 我们接着看 大雁像刚融化的水蛙和池塘问好 问好仍然是女人的修辞 同样刻画出了我们大雁的 永好和活泼 再看 向每一群迁徙的雁群发出邀请 这里大雁 我们感受到他们非常的压 非常的热情好客 这里面这个大雁在认述食物的价值 仍然是运用女人的修辞 这里写出了什么呢 这里写的是大雁去寻食玉米粒 这玉米粒可不是那么简单可以寻来的 它可是埋藏在厚厚的积雪之下 没有被那些棉尾兔田鼠等等发现的 谁却发现了 大雁却发现了 还能认述他们的价值 从这里我们感受到大雁非常的聪明 再看这个句子写的是孤雁 他们的飞行和名叫很频繁 而且生掉忧郁 我们知道孤雁是丧失了亲人的幸存者 他为什么生掉忧郁啊 肯定是想念他们的亲人了吧 从这里活化出了孤雁的重情 重义 再看这个 是四月的时候大雁在沼泽集会时发出了名叫 他们一会儿发出刺耳的声音 一会儿发出激烈的辩论 一会儿只能听到一些模糊的细数的谈论 这大雁给四月的夜间带来了圣经和活力 通过这一组女人的修词 我们发现了作者对大雁观察 是此行 同时在作者的笔下 这些大雁就像人一样富有灵性 他们会集会 他们种亲情 他们将有意 生动的描写 使人如观其形 如闻其身 深刻的感受到了字里行间 作者对大雁的喜爱之情 好 再来看这个句子 单调枯燥的数字 竟能如此进一步激发 爱鸟者的感善 这里有两个词 直接表明了作者的情感 爱鸟感善 这里直接抒情 写出了什么呢 写出了作者为孤雁的不幸 而被爱沙通 通过以上句子的分析 我们发现 作者的笔下的大雁 就同人一般 作者对大雁的情感 就清楚在 他对大雁的描写之中 他会为大雁的归来 而欢欣喜悦 他也会为孤雁的不幸 而被爱沙通 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作者 浓浓的爱鸟之情 以上只是老师找到了一些例句 课后大家可以多去文中 找一些句子来评读 在这篇文章中啊 其实还有一个词 也能体现作者的情怀 是哪个词呢 同学们看到黑板上这个问题 每次称呼大雁时 前面都有一个羞耻语 是什么 细心的同学 很快就能发现 是什么 是我们 好 我们的任务又来了 现在请同学们去文中圈话 文章还有哪些地方 用了我们的称呼 你觉得用了我们 好在哪里 开始 好 很快我们就能找到吧 还有我们称呼了什么呢 我们农场 我们刚到的客人 我们的大雁 我们的春雁 我们的大雁集会 我们的沼泽 诶 我们发现 作者除了对大雁用我们 还对农场 对沼泽也用我们 这个我们 你觉得好在哪里 是不是特别的 亲切 我们感受到了 作者对大雁的喜欢 还对谁的喜欢啊 对农场 对沼泽 他也同样热爱 从这里 我们体会到了 作者 怎样的情怀 没错的 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 对生命的尊重 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 作者是以怎样的态度 对待自然的呢 以怎样的态度啊 同学们 是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啊 我想 这也是 作者想传达给我们的一种思想境界 这也正是本文思想性的一个体现 通过以上环节 我们深刻体会到 本文是一篇富有文学色彩的科学观察笔记 容知识性 书籍性 思想性 与一体 作者细心观察了 雁群的生活习性 进入大雁归来的过程 描写了大雁千禧之类 字里行间 充盈着对大雁深厚的感情 表达了热爱自然 尊重生命的博大情怀 作者以平等的态度 对待万物 其实啊 是基于他对人类自身的反思 利奥波德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里所描述的是我们一家人在周末时 在那个远离过多的现代化的世外桃源 木屋中所看到和所做到的事情 在这个先是被我们越来越傲慢 和越来越完美的社会榨取殆尽 然后又被遗弃的沙香农场里 我们试图用铲子和斧子去重建 我们在其他地方正在失去的那些东西 正是在这 我们探索着 而且也发现着上帝赐予我们的本质 我们注意到 作者在这里提到 他们在沙香农场里 试图去重建 我们在其他地方 正在失去的那些东西 那么从文中 我们可以看到 作者找到了人类失去的什么东西呢 我们一起去探究 来我们以这个问题作为突破口 同学们 在刚才找到的鸣叫声中 只有一个声音让人感受 它是谁的声音 谁的声音啊 对 是忧郁的 孤咽的声音 老师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孤咽 哪里告诉我们 第三段的末尾和第四段的开头 是不是 那里提到了什么 人类的猎杀 好 现在请同学们找到 第三段末尾和第四段开头的句子 我们一起读一读 大雁知道 从黎明到夜幕降临 在每个沼泽地和池塘边 都有瞄准他们的猎枪 三月的大雁则不同 尽管他们在冬天的大部分时间里 都可能受到枪击 但现在却是休战时刻 从这里我们知道 十一月份允许猎杀大雁 而三月份却不可以 这被抽为什么 这叫威斯康星的法规 这威斯康星的法规 谁知道 大雁知道 老师有个疑惑呀 大雁怎么那么聪明呢 连人类的法规都知道 同学们肯定能想到 因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的大雁经常遭到猎杀 所以他们形成了条件发射 大雁归来的途中 千辛万万 可是人类的猎枪 却阻断了他们的回归之路 同学们 对于人类猎杀大雁的行为 你有何感受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残忍 是的 然而我们人类不仅仅是变杀大雁 对于动物 他们还有很多不义的行为 现在请同学们继续思考 人们对动物还有哪些不义行为 是的 人类为了获得利益 大肆骨杀动物 于是我们看到 被包了皮的藏羚羊 在血泊中流泪 被割掉鱼鳍的鲨鱼 在血海中挣扎 人类为了获得快速的发展 肆意改变动物栖息地的环境 于是我们看到 大量的动物被迫迁徙 他们因为无法找到 迁徙之地而灭绝 人类将动物当成玩物 于是我们看到 本该属于大自然的他们 成了龙珠困兽 绝望无助 人类对动物的残忍 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疏离 因此我们也就失去了 与自然的和谐 我们再来回到课文的题目 课文的题目叫大雁归来 作者呼唤的仅仅是大雁的归来吗 同学们 读到彻底 我们都清楚 作者还呼唤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的归来 是的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这就是利奥波德的理想境界 他曾经这样说过 人不仅要处理好跟人的关系 跟社会的关系 还要用道德的观念 对待山水草和一切生物 这就是大地伦理学 人和山川河流森林草地等万物和谐共处的时候 我们的大地才是完整的 这样的完整的大地 才是产生梦想的大地 从这两句话中我们看到 利奥波德主上人用怎样的观念 和自然万物相处 用道德的观念 是不是 那么只有人和自然万物和谐共处 我们的大地才是 怎样呢 完整的 这样的完整的 大地才是能够产生梦想的大地 这样的家园才称得上是 理想的家园 黄学们我们来看看 老师版书的直线部分 正好形成了一个什么叫 回字 是的 回归自然 这正是大眼归来的真正意义 感谢利奥波德 他让我们明白 热爱自然是人类共同的情感 回归自然是人类最美的追求 课后请同学阅读 杀香年鉴 更将深入体会作者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新思考 同学们 据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 起源于 华南海鲜市场的 野生动物交易 严峻的疫情 给我们的生活 工作和学习 带来了诸多不便 我们总是会想 要是当初 我们没有吃野生动物 该有多好 可是 人生没有如果 我们能做的 就是一定要记住教训 一定要与动物和谐相处 一定要与自然和谐相处 以上就是本节课的所有理容 谢谢大家的理听 再见 谢谢大家